许家印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恒大债权人称收到通知境外债可恢复交易 一纸公告将恒大再次推至聚光灯下 9月28日晚 中国恒大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 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公司股份由2023年9月28日上午90起 于联交所停止买卖 公司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 直至另行通知 伴随公司实控人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当前外界对恒大关注的焦点之一 集中在其境外债务重组是否能继续推进 部分债权人向财联社记者表达了自身的担忧 即恒大最新披露出来的一系列事件 将使其境外债务重组走向何种境遇 恒大境外相关债权人向财联社记者表示 目前其所在机构持有恒大美元债 但相关债务重组事宜主要委托给受托人 进行处理 协议安排会议取消后 其一直在关注债务重组进展 之前参加重组的债都不能交易了 但今天收到通知已经可以恢复交易 上述恒大境外相关债权人 今日晚间告诉记者 而境外债可恢复正常交易 是否意味着之前谈的重组方案已失效需要重新谈 还是存在其他调整的可能性 仍不得而知 此前 在9月22日 恒大发布公告称 取消原定于9月25日 天机和景城和9月26日公司有关建议重组的相关协议安排会议 9月24日 恒大再次公告表示 由于附属公司恒大地产正被立案调查 因此公司目前的情况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 而该公告提及的新票据 即早前恒大提出的长债组合权中的一部分 也是其与境外债权人小组已签署重组方案的主要条款 根据恒大今年3月发布的公告 恒大将通过发行新债券对原债券进行置换 新债券年限4-12年年息2%-7.5% 前三年不复息 第四年初开始复息 付本金的0.5% 重组方案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无法达成 意味着恒大对方案进行表决前 需对境外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而如何调整又是否能调整成功存在较大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 恒大今晚发布公告前 9月25日即本周一 其内部仍在正常召开周度例会 财联社记者霍希 上述例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 恒大各项目总参与了会议 会议组织者为恒大行政总裁孝恩 上述例会中 孝恩主要提及了保交楼及国庆黄金周销售事宜 据悉 目前恒大内部已召开的金九银石内部销售会议 制定了相关考核 具体销售折扣由项目自己决定 并报由各地区董事长审批 以上内容文字源自于房地产头条 感谢观看订阅点赞与分享转发 感谢观看订阅点赞与分享